主力筹码在哪里,标股就在哪里 独家AI筹码运算APP,全市场第一个找标股神器 当冲短线波段涨幅一次轻松拥有 明确进出讯号带来千万绩效收益 用最短速度赚到翻倍资金 当天现转涨停板也没问题 点进当冲最爱,自动找出20档出量喷发股 开盘涨4%跟上满进,盘中锁涨停 筹码大师APP全新改版上线 热赚标股,解锁财富人生 选择筹码强势股超盘手,非你莫属 大家好,我是筹码大师李中心 上礼拜五台积电盘后公布的营收 哇,相当的亮丽 在苹果和辉达的订单溢注之下 营收在创下历史新高 营收是睽違8个月,再度占上2000亿 所以台积电ADR在上礼拜五大涨 涨了6.35%将近6.4% 也激励了所谓的废半 因为台积电在废成半长底 也占相当的权重 废半涨了4% 所以美国股市在上礼拜五 全部都开高走高,几乎收在相对的高档 那今天台北股市因为台积电力多出来开高 也让指数开高震荡 我今天在盘前也提醒大家 指数和个股不一定同步 尤其是连续上涨股票,已经够强的股票 今天可能会逢获利了结的卖亚 所以今天有些股票呢 我们找盘也是占在调节的一方 那有拉回来我们再来进场 等于说来回做一些价差 因为这个地方要连续喷出 我认为不容易 尤其是当台积电把指数带上去之后呢 未来几天可能又回来整理 台积电要回来 今天台积电是开高走低的对不对 所以580呢 说571开高走低 所以未来也许台积电在回挡的时候 中小型股可能又会比较热络了 指数当然要由全子股来带领挑战高档 例如说今天准备挑战1万7嘛对不对 那未来在1万7附近震荡 中小型股还是会出来表态 这是我的看法 只是说指数这个地方要连续喷出不容易 短线的操作上 建议各位在利多的时候 你可以反弹先卖掉一些 等利空拉回来,强势股拉回 你再逢低买回来,来来回作假 除非看到大盘有3100亿 3200亿以上的一根长红K棒 那可能这个攻击的讯号 目前来看还不是 还在颈限的整理阶段 等于说来在盘整区的上缘的整理 目前的看法是这样 那这波大盘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 最恐慌的时候什么时候 就10月底11月初对不对 各位还记得10月底的时候媒体告诉你 11月1号告诉你 美股连续三个月 8、9是连三个月月线收费KIG的吧 最恐慌就是10月底11月初啊 当时11月初发生什么事情 当时费办签署了这个 这个晶片禁运条款了 大家是想说,哇糟了 回答50亿美元喔 50亿美元输大陆营收没了 所以当天回答盘中跌了4%多收盘小跌 可是回答就从那天开始一路往上涨 当时的费办也是 而我当时就在节目里面说 来 11月3号当时低档背离 费办低档背离3号 当天晚上对不对 那隔天早上来重点在这里嘛 因为前一天台北股市收这样 11月1号晚上 我们看到费办低档背离 对不对 这是11月1号好 重点最重要的重点就是11月2号的早上 还没开盘 8点45分当时我跟各位说 费办低档背离反弹不会只有今天 所以请大家不要看到涨了 哎呦本来套牢股票 现在小赚了 或者小赔先散人 我说反弹不只有一天 结果反弹反了千点 哪一天 这一天啊 2号的盘前 提醒大家反弹不会只有一天 结果2号那天大盘收超级大长红 真的涨势开始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我的大世界话怎么说的 ADR喷涨对不对 涨了6.35% 背双也涨超过4% 前半周会是全子股带头冲关了 下半周指数要进入整理 这是我看法 中小型股还是会有表现 虽然今天中小型股 老师今天中小型股好像不怎么样 可是我们再来看看中小型股的技术面 来美股就是你看 有没有 开高走好一路涨几乎缩到最高点 这是上礼拜五的美国股市四大指数 那今天可是你看今天日韩都开高走低 跟台币骑士也差不多 跟台北股市骑士也差不多 不过台北股市算强的 日韩都开高走低 黑黑 台北股市算很厉害的 收盘上涨 还涨不少 所以今天来看呢 本来大家担心是垃圾盘 台积电冲关 他们是不是其他的股票都挂掉 也没有 不过今天台积电冲往上走 非电子族群好像是比较弱 所以操作上我仍然还是建议 因为最近从上礼拜开始跟大家分享 左侧交易右侧交易是什么状况 其实很多投资朋友在问我 那我们我会举一些 其实投信他们的操作 大家本来认为投信不是看好某公司 要逢低慢慢买 可是你会发现 投信的操作好像不是左侧交易 不是逢低慢慢买 他是跟我们一样 他转强财买转弱卖掉 那不是长期看好吗 所以为什么要这样做 左侧交易和右侧交易 到底有什么好坏处 当然各有各的优缺点 要看各位你的操作比较 适合哪一种操作模式 当然各有优缺点 那如果未来在节目里面 比较有时间的时候 我会跟大家分享 到底如果你的个性 或者你的操作逻辑 或者你的资金部位 该用什么样的操作模式 对各位比较有帮助 来 那道琼真的这个锦线站上了 对不对 这上个礼拜五嘛 S&P500也站上了 也创高点了 对不对 这个10月的高点过了 纳斯达克也过了 还藏红 废半差一点了 这个高点还没过 废半差一些 不过我记得在上个礼拜有提到 因为你看嘛 因为当时很多人 在直播的时候问 还有投资朋友问到 老师你看 这个每次来80不就下来了吗 那记不记得我上礼拜说 这里这一次这一波 美股会出现高档背离哦 每次看到KD80以上都回来 你看 是不是站上80以上很久了 都90几了 所以你看上次80 这里80对不对 都是80就下来了 这次问到90几 当时我是不是说 上礼拜我就说 这一波美股会出现高档背离 高档顿化 所以这个是重点 真的顿化 还在创新高 所以我个人的看法 指数在这个地方 可能整理个几天 也许前半周 全子股冲上去 下半周它回 再过下个礼拜 可能大盘又在一根 正式的突破颈线 我们来看一下台北股市的现象 你看这两 今天的日经 是开高震荡 有点收黑K 南韩也是开高 开高走低 硬要黑K 那美元指数还好 因为美元指数并没有升值 美元指数并没有升值 那新台币呢 新台币今天小升 如果真的大盘要有行情 新台币要往下 这个K线要往下 新台币K线往下是升值 美元指数K线往下是贬值 所以台币升值 而美元贬值 对台北股市的资金效应 是最有利的 所以未来你仍然要关注 新台币汇率的变化 新台币 那上次在去年的10月底 当时我就说 新台币创高 KD指标高档背离 而且MACD负向 结果从这个地方 往下是升值对不对 新台币往下升值 还有小反弹 小反弹是贬值 这段小贬值之后 这里快速升值 这是去年的11月初到11月底 这是11月初嘛 这是11月底嘛 结果你看台北股市就从去年10月底 这个低点 到12月初这段 2500点 怎么造成呢 因为 你说暴冲吗 不是 什么原因 台币升值 最简单的状况 最简单的 说法 就是台币升值 因为台币升值 资金进来 资金进来就营造了所谓的资金行情 这是去年的行情 所以这一波我认为有机会 所以各位你要关注的是新台币的汇率 那我们看一下加均指数吧 为什么会收上影线 因为这里 这两个高点还是有一些压力 冲上去一定会有 当时买在这里的所谓的解套卖压 对不对 那电子类伍也是一样 这三个高点 不过今天好像还不错 今天好像还不错 有站上了迹象 所以即使外来指数这个地方震荡 我个人看法 其实震荡是你上车的机会 这一波台北股市 也蛮有机会 形成什么高档顿化 KT指标出现高档顿化 蛮有机会的 那可是老师今天这个OTC比较弱 对 OTC看起来 高点也没冲上去 对不对 前两天上个礼拜的高点没过 电子类伍 集中市场都过了 因为台积电过 那OTC怎么会这样呢 中小型的股票 全子股负责冲关 当全子股震荡的时候 中小型会跟上 因为 OTC扣在这里 这里离这里好远 对不对 目前比60天前 高得多 所以 它的季线往上的角度是比较抖的 那电子类伍呢 电子类伍再过几天要往这里扣了 如果过几天电子类伍下来 它刚好又扣到高点 电子类伍的季线是要往下弯的 加速指数也是啊 对不对 它过几天要往上扣啊 对不对 那如果过两天掉下来 季线是要下弯的哦 所以未来即使季线下弯 你不用紧张 因为 未来它要准备扣你低档 只是 OTC因为即使未来怎么扣啊 它这里都比这里高得多 所以OTC的季线 会维持往上的趋势好一段时间 这个是 中小型股比较有利的地方 所以 来 我帮各位打造了一个专业操盘手的分享平台 你一定要加入 所以你看 我们在 11月2号 早上内通盘前叮咛多么重要 跟各位说 反弹 不会只有一天 当天台北股市拉了300多点的长红棒之后 一路到现在 没有休息 左边是Telegram的QR Code 右边是Lite8的QR Code 赶快成为我们的好朋友 怎么样说到大世界话呢 很简单 加入筹码大师的Lite8 然后你点击你手机右上角的记事本 你就可以看到我PO的K线图 我们的大世界话 筹码表格还有每天的节目 所以你看 你如果 每天可以收到 我盘前的叮咛 还有看看我晚上的大世界话 你就知道 目前 大盘要怎么 走什么样的方向 目前 这个地方到底是该买呢 还是该卖 还是该做价差 所以盘前的叮咛非常重要 尤其是 这个盘前叮咛 尤其是在国际股市前天晚上 大涨大跌之后 那个盘前叮咛更重要 来 要成为赢家的三大要件 其实讲 讲过NB的 几乎每天都讲 我相信这12个字 大家也都会背 看对趋势 选对股票 遵守纪律 看对趋势 你看 11月1号 11月2号 那个转折多重要 一路到现在 我说高涨会顿化 他真的也顿化了 美股 KD指标都来90几 所以不是到80就下来了 谁告诉你80就下来的 是KD书上说了80不是超买区吗 所以我说 你对这技术指标如果 了解的不够透彻 不够深入 你就多看看从马大师的节目 因为 不要说我对技术指标最了解 我们这样说吧 我是一个软体的开发者 这套制服应该操盘系统 还有我们手机APP 完全是我开发的 是我 汇集了我30年的操盘经验 我把这个操盘经验 用电脑能看得懂的语言 交给他 然后由他帮我 透过他 快速运算汇整资料的功能 最强大的运算功能 帮我在盘中及时找出来 找出来什么 选对股票啊 怎么选 Hello各位 粉丝大家好 如果想要更了解我对大台的看法 还有各国的选择 非常欢迎各位锁定 我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 筹码大师的时段 记得看节目的时候 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记得锁定筹码大师哦 量价筹码打分数 量价筹码打分数 再来就是遵守纪律 你看 我们是透过量价筹码 我们不是单一指标 单一指标太简单了 不是指标交叉 因为指标交叉股票 合其多 不是吧 所以你看到了 标股 每个指标 记住指标都交叉 是不是 只是交叉了 前后天数 日期不一样而已 都交叉 所以重点来了 老师 那为什么你学的 可能你学的KD指标 或均线 或其他的技术指标 为什么都不一定会找到标果 本来就是这样 市场的自由升 本来就不是每一档都是自由升 不是每一个黄金交叉股票 全部都会大涨 对不对 所以重点要找什么 通过量价筹码 你看到技术指标 就是价格 就只是价格 对不对 所有 大概90%的技术指标 都是用价 价格去算的 就是K线的 开高收低去计算 那量呢 量就不容易 量 价 还有筹码 筹码最难 筹码最复杂 所以为什么我的节目叫筹码大师 因为我们精算筹码的 难度 真的不容易啊 不是人能算的啦 你看 他投本比 投量比 买量比 我 外资比法人与大户中央比 比一堆对 我还有好多没列出来 所以有的 会员和朋友说 老师可不可以交一下筹码 怎么算分数 我说那个实在 太复杂了 我 自己算了 半个小时算不算一档 太复杂了 所以你必须去汇整 所有的 券商的交易资料 然后把它 打了分数 你才能知道 这档股票有没有在里面 在里面 还不是重点 因为我常说 好股票 我先锁在口袋名单里面 然后等什么 等量价启动 我们再进场 所以你看 最近跟大家分享是 什么 左侧交易和右侧交易 我们看看 上礼拜五 投信 这几档股票 富士达是刚上市嘛 对 你看 投信大买 栗山 第二名 赵立 帽达 博士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几档 赵立 这是左侧还是右侧 这个创新高嘛 对不对 投信这里是慢慢在买 买超买超买超 对 买到创新高了 所以投信看起来 是右侧交易 帽达最近才开始买了 我们也有讯号 他也是右侧交易 不是吗 那博士呢 博士这里好像有转强 对不对 我们系统还没讯号 还没有讯号 可是投信在这里买 重点来了 你看 我们系统在这里有讯号 做多 这里虽然做空 还一路跌 这里还一路加码空 有看到没有 可是投信怎么做你看 投信这里买之后 这里继续买 这根出现讯号之后糟糕了 开始停损 如果是 左侧交易 老师他不是应该 这里一路低 低接吗 所以 老师到底该左侧交易比较好 还是右侧交易比较好 所以我说 各有各的优缺点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有难度 就像我 问大家的 到底我应该是 买低卖高 左侧交易 还是买高卖更高呢 各位有没有看到 投信怎么做 投信好像是 买高卖更高 对不对 所以我们来看看左侧交易 右侧交易 左侧交易是当股价往下 开始接 跌越深买越多 然后等到股价涨上去的时候开始卖 先卖一些 再涨再卖一些 涨越多就卖越多 这是左侧交易的做法 这个代表人物当然就是大家熟悉的巴菲特 股神巴菲特 往下接 但是有个重点 可能各位的资金不像巴菲特那么充沛 而且对公司的 认知了解 不像巴菲特的团队那么深入 所以你可能很难 一路低接如果你不小心买到地雷股怎么办 所以操作上我比较建议 左侧交易不是不行 可能 对一般的投资朋友来讲 第一个考虑两个 资金部位 再来可能因为我往下一路低接 万一是空头走 你可能亏损会非常大 亏损可能会非常大 再来就是你可能要选择的标的 尽量选择 这个全职股或大型股 甚至你可能买ETF 极点 因为他不会倒掉 如果买个股万一错了 你可能一半的身家在股票上 下市怎么办呢 这可能是 左侧交易可能碰到风险 那右侧交易呢 右侧交易 等他转强了我再买 就像刚刚 刚各位看到脖子 这里转强他开始买 对不对 那这里呢 转弱开始卖 这是右侧交易 那右侧交易会碰到什么问题呢 右侧交易比较希望 因为 股息要比较活泼了 所以可能 以中小型股为主 当然 右侧交易会 我看到 网路还有书上写 右侧交易好像 这个失败率比较高 很简单 因为他可能会被扒来扒去 对不对 对了一大段 错了 右侧交易 可能可以及时的停损 左侧交易呢 可能碰到空头走势 可能会赔掉好大一段 所以操作上 右侧交易和左侧交易 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 不同的内容 如果 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会在节目里面陆陆续续跟大家分享 真的 你要考虑到 你的资金部位你的操作习性 你的选股逻辑 还有你的操作纪律 可能都跟 你不要到时候你本来明明是右侧交易 套牢说你是左侧交易 我跟他拼一个长期投资 那就有问题了 所以你操作逻辑要先建构好 就像 刚刚各位看到 投信好像在做 右侧交易嘛 其实我们这套系统 我的操作逻辑 也叫做右侧交易 但是重点是 我们如何提升所谓 右侧交易的成功几率 就像我说的 量价筹码打分数 不是没党股票 冲上去 就会是洗涨 因为他必须有量价筹码 打分数 来当作你 评判的后盾 来我们看一下栗珊 栗珊 刚刚各位看到 在上礼拜五 投奔比是第2名 对不对 那当天我们就call 有没有 上礼拜五call的栗珊 是不是栗珊还有钱一帮华通 有没有跟其他call三个而已 是不是来 我们看栗珊 今天栗珊要涨停板 原来10月份营收 增加快三倍 396% 一年半大理完成各位看一下 栗珊今天扣涨停板 是不是一年半要大理 是不是今天直接跳上去了 上礼拜就站上了 今天直接跳上去 投信 这里才开始买 投信也刚买没多久 这周线 栗珊的周线 来 秦邦来 加码去吗 是不是上礼拜五call的 10月营收年是涨211% 211% 今天直接涨停 栗珊起码都涨停 什么时候call了 上礼拜五 所以我说 老师怎么这里不买 因为这里不知道要涨 懂什么 那这里为什么要买 因为 它会涨啊 买进去 买高卖更高 是不是买高卖更高 栗珊是不是买高卖更高 是不是 这样了解了没有 所以这个就是操作了 还有选股 重点重点重点都在选股 为什么找到栗珊起码今天会涨停 老师今天中小型股好像表现不厉害 对 台阶占的指数不少 对不对 可是中小型股为什么选到栗珊起码会涨停 为什么 所以这就是学问了 所以你要选择 强势股 你要做右侧交易 你想要做 小标股的 你想要做 快速有价差 你一定要有我们这套APP 你才能帮各位 全市场一千多档将近两千档股票里面 帮各位进行选上礼拜选的几档 是不是 你看我们抠了几档 了解了没有 所以我说真的在帮各位赚钱 还有 11月6号什么 我们顶天今天涨停 杀鸡啦 今天顶天涨停 有没有 当时盖牌的 有没有看到 是不是盖牌的 我说拉回来我们已经买 这都已经买的 6号抠的 对不对 又顶天还美绿 6号抠的 来 所以7号呢 这6号盖了 7号我们就买了 7号我们就买了 来来来 今天涨停满了 今天涨停满了 上期涨停满 立山 秦邦 顶天 是不是选股 是不是选股 所以重点都在选股 还美绿 10月6号 不是吗 顶天美绿 美绿今天怎么样 美绿今天穿新高 美绿这里抠的 今天上去了 是不是 所以 重点都在选股 这是右侧脚椅 没错 所以如何提高右侧交易的胜率呢 就像我说的 必须要量价 筹码打分数你才能做得到 不然的话你以为 这个股票好像今天冲上去好像都可以买 发现奇怪 好像都一半一半 那如何提高胜率变成七成八成 当然 你就要 靠我们这套 自负赢家的超盘系统 你看合一也是 我说底部的股票 不一定可以买 但是底部爆料就要买 这里为什么没抠 因为量不够 这里为什么要抠 这里量够了 懂事没有 懂了没有 这里为什么没有抠 来 是不是真的上来了 结果有利多 是不是 上礼拜不是 拿到中国药证吗 老师可是拿到中国药证今天长黑 上礼拜有长黑今天也下来 合一很简单要怎么买 等一下有时间跟各位分享 如果还有时间的话 就是用我们的大师指路线来买 今天也差不多了 合一来 所以你看加合 底部股票 一定要爆量 他把它空 这里为什么可以做多 量出来 底部爆大量 是不是来 给我看一下 从这涨到这里来 今天还在 創下这段鞋收盘高点 这里会不会过 我认为会过啊 因为这里量那么大 这里量那么小 换一换就过了 懂了没有 所以你只要找股票 你要跟着我们做 你看金利科是不是底部爆量 有没有 金利科今天还在涨 这上礼拜五 今天还在涨 涨到180 从这里117涨了 涨到53%了 快54% 50%呢 是不是 所以 怎么找股票 为什么我们总统找到这些标股 量价筹码打分数 所以来 连台湾民版 第一名的股票 技术面我们系统 APP 第一名的股票 因为我们系统 唯一能把股票技术面打分数的系统 今天台湾民版 还在涨停版创新 今天捷径了 从开低直接拉 尾盘拉涨停收最高 从这里出现讯号120几% 哪里出现的讯号 这里 这里 10月11号 一个月 一倍 127% 所以这就是选股 这就是选股 所以来 你看到这些扣讯 我们上礼拜五扣了什么 立三情邦 是不是 团队全力支援 胜过个人的单打独斗 你在股市战场 你还要孤金作战吗 还是要跟着我们 整个团队在支援你 找不到股票 尾盘 除了你有我们APP自己看之外 我们尾盘 一点到一点熟分 还特别提醒你 支援生中的支援生 立三情邦就是 美律也是 对不对 3306 顶天也是 就是啊 这个都是啊 是不是 来 包括实权啊 有没有 一大段了 前两天拉回来 在不在 还在啊 今天不就上去了 又快要 拨到新高了 重点是这里吧 所以你要选标股 当然要跟着我们 跟着我们筹码大师 跟着我们APP 你就 非常轻松 你要找标股 不是大涨就一定会标呢 不是指标交差就一定会标呢 要我们 系统 出现讯号 他才有最大的机会 对不对 你看我们 真的有机会我们还会做价差 零群 这边上去我是出掉一半了 对不对 我说拉回来要买 结果上礼拜五 对呀 这里拉回来 我是不是上礼拜五说我买了 今天就上来了 是不是啦 对不对 所以我说如果我有 机会帮会员做价差 我也会做价差 这就是操作嘛 对不对 底部爆料 我认为零群还有高点 所以 红宝也在创新高 礼拜五拉回也没走 今天上来了 是不是也创下 收盘新高 所以选股呢 这就是选股 这就是选股的功力 为什么都能找到这些股票 量价筹码打分数 所以 支付APP 负责不是帮各位选股吗 各位你负责什么 各位就负责数 钞票就对了 就那么简单 所以你不用羡慕 你都跟他上 我们 因为我们已经把最复杂的 选标股的工作 简单化 所以你看讯号就好 破断 我们有破断的讯号 那短线呢 短线就看这个 有没有 大师指路线 黄色线上礼拜 合一可不可以买 就还不能买啊 中午天也是啊 好那么看合一现在可不可以买 好我们来看合一 你看 这条大师指路线 一直没站上 这里老师站上 这个线还下彎呢 还一直沿着这条线 那明天如果开上站上线呢 都有机会了 如果明天站上线要往上 那就是机会了 我们看中天好了 中天呢 中天也还没有嘛 对不对 中天也是没站上 线自己往下 他几乎高点就在线附近 如果明天开在线上 就是机会了 就像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系统吧 系统 感觉上尾盘好像有 诶 有没有 五盘这里好像站上了 系统的尾盘 这里本来这里往下嘛 这里尾盘 系统买两个大概出来了 系统也跌得很深了不是吗 这种跌深的股票怎么找 就用大师指路线呢 最强的股票 等他拉回 拉回不晓得什么时候买 刚刚各位看到了 就那个位置 就像银广 对不对 你看银广 当时 往下是一路掉下来 10月30号跌停 10月31号又跌停 可是站上大师指路线 11月6号涨停 有没有 站上涨停 10月7号又涨停 是不是 所以你就看那条线就好了 强势股你要来回做价差了 你就用大师指路线 当做你 短线操作的依据 很简单 所以我说系统 你都不要买 刚才各位看到系统都不要买 今天尾盘系统看起来是可以买的 那么简单 就那么简单 要成为赢家 来 这个是不是各位趋吉避凶的法宝 破断 我们有破断的方法 短线 我们也有短线的法宝 我们 我们的大师指路线不就是吗 对不对 来 所以富贵真的不用险中求 不要逢帝一路买 这个强势股你等 中天合一什么时候买 系统什么时候切入 看大师指路线就好了 就那么简单 富贵真的不用求人 看着我们的 支付APP就OK了 所以你不用羡慕 你也可以做得到 轻轻松松来 卡牌版 127% 今天涨停版创新高 实权今天也 上来了 金利科今天再创新高 超过50%了 再创新高50%以上 顶天今天涨停版 对不对 会员的 秦邦礼拜五扣的今天涨停版 栗珊礼拜五扣的今天涨停版 那还有什么话讲 还有什么话讲 所以来 好股票今天帮各位找到了 低档要找量爆量 这里要比这里大呢 那这里会不会来 所以低档爆量的股票 我又找到了 要成为赢家 你看 这里是不是有95分的讯号 就那么简单 跟上赢家的脚步 你的选择来 只有两个 跟着我们 轻松快乐选标股 如果你是 每天在看盘 每天在找标股的投资朋友 那最简单 你唯一的选择就是 安装 筹码大师App 各位如果你是上班族 退休族你不能盯盘的呢 盘中即时 讯息待到 好股票出现好了买点 第一时间带各位进场 好朋友 拿起电话 立即拨打支付三线 成为支付赢家 我们明天见 谢谢 你想跟上最专业的效率操作吗 记得订阅我的LINE YT和TG 这样才不会错过 筹码大师 最贴盘的资讯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